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当地时间9月27日 中国第19批赴黎巴嫩维和多功能工兵分队 赴贝鲁特灾后援助分遣队第一梯队20名官兵 从黎巴嫩南部新尼亚中国维和营地出发 前往贝鲁特爆炸港口和市区执行灾后援助任务 这是中国赴黎维和部队历史上首次跨出任务区执行授权任务 8月4日贝鲁特港发生大爆炸 严重破坏了约5公里半径范围内的城市 当地居民的正常生产生活遭到严重影响 根据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和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司令部命令 中国第19批赴黎维和多功能工兵分队 于9月27日和29日分两批出动41人 各型机械车辆装备15台 赴贝鲁特执行灾后重建援助任务 此次任务是我们首次跨任务区执行授权任务 使命光荣意义重大 受领任务以来 我赴离维和部队第一时间做好了救助准备 中国救助分队将和连离其他部队一起 为推进贝鲁特港口重建 恢复生产秩序和维护当地的和平稳定 发挥重要的作用 据了解此次援助任务期限约为20天 第一梯队于9月27日抵达贝鲁特完成部署 第二梯队计划于9月29日出发 我们主要承担的任务是 对贝鲁特爆炸港口 医院学校等地进行物资的清理 对受损的房屋进行修缮 加固破坏的房屋进行清除 对可利用的钢材进行回收 对建筑垃圾进行清理